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好的 那我们差不多还有两分钟开始 没事 八点 那我们就直接开始吧 那欢迎大家来参加我们这个晚上的网课 那还是一样的 在PPT之前呢 做一个免责声明 那我们今天所有的内容呢 都是一般性建议 不涉及到您自己的对人的风险承受能力 以及财务情况 并且今天所有的内容呢 都是我自己的见解 不涉及到我们GoMarket公司 那如果您是第一次来参加我们活动的话呢 那也就简单介绍一下我们公司 GoMarket呢 成立于1998年 在2015年的时候成立了中文部 现在呢 可以交易凹股 美股 马上会上线港股 还有呢 可以交易黄金 外汇 石油 比特币 还有股指等等的产品 是个一站式的这个投资平台 那我们就进入今天的内容 还是一样的 就是上个礼拜四 给大家做那个VIP客户 客户VIP讲座的时候呢 也跟大家说了 就是周四的那个手把手教程 那大家说可能这个礼拜呢 市场会有回调 那理由的话呢 再次给大家重申一下 还是呢 看这个RSI 对吧 RSI呢 我其实在过去一年两年的网课中 跟大家强调了很多次 然后呢 往往也都很好用 不管是在看指数 黄金 还是在看个股上面 都屡试不爽的 一般呢 就是在靠近70的这个位置 这个价格呢 就会迎来一个回调 就是说呢 买的人太多了 然后价格太高了 那这个时候呢 价格可能会进行修正 也就是回落 那相反呢 如果说价格太低了 比方说这个RSI啊 接近30的这个线 那就说明呢 市场是超卖了啊 就如果说一个比方说不好的新闻出来了 然后一个股票呢 它连跌了一个礼拜 那RSI呢 很有可能直接从60或者是50的位置呢 降到了差不多30甚至是20的位置 那就说明呢 市场太过恐慌 而这个价格呢 也太低了 那它同样的呢 也会进行一个修正 那就是可以看到在价格的回升的过程中 RSI呢 也会从20呢 回升至50这个中线的位置 那我们再来看看我这张图上面截取的是 一张纳斯达克近期的一个走势图 那这个RSI呢 只要一接近70 或者说是顶到70的那些部位呢 我都用这个红线啊 给大家拦出来了啊 那大家可以看一下 其实基本上就是在靠近70 或者说是顶到70之后呢 这个价格呢 是必然是有一个回落的 那相信呢 这一次我们也不能觉得意外吧 就是说在未来的10个交易日之内 可能市场会迎来一波或小或大的一个回调 那很有可能呢 小的话呢 那就是3.7%左右 那如果说是大的话呢 那有可能呢 是9%左右啊 像上一次2月份的回调呢 就差不多是10% 这样子的一个回调幅度 那我觉得这一次回调呢 可能不会有这么严重 所以说给大家标了一个差不多的一个价位 差不多在13560左右的这个点位啊 那很有可能的就是迎来一个小小的回调 4% 相信大家今天不知道有没有看新闻啊 我看到新闻的头条呢 基本上都是习近平在海南所发表那些言论 因为我看的是外媒啊 外媒是很重视的 不管是Bloomberg还是CNBC 都是把习近平的这通讲话呢 是放在了头版头条的 那我们习主席到底说了什么呢 习主席呢 是说呢 我们不会像西方国家那样子去做一个霸权主义 然后呢 也不希望啊 也不会去干涉别人的内政 其实影射的人呢 也很明显 对吧 影射的国家也非常明显 也就是在说美国 但是没有明确的说出来 非常的指伤骂怀啊 我是这么说的 那这个呢 有可能成为下一波中美口水战之间的一个开端吧 那很有可能呢 会在未来的十个交易日之内呢 十个交易日之内呢 被解读为市场回调的这个原因 我们就来看看今天晚上拜登政府会不会发表什么言论 来去回应这个习近平在海南说的这个话 我觉得肯定是一场口水战是没有不了的 然后我们再来看看就是K线上的一个情况 K线上的情况呢 差不多每次啊 这个红线蓝纸的这个位置呢 它的这个 就是怎么说呢 就是它K线的这个实体啊 它的这个实体的范围比较小 大家可以看到吧 就是不是一根非常大的阳线 也不是一个非常大的这个阴线啊 那如果说它实体比较小呢 之前在直播也跟大家说过 如果说这个K线它的实体呢比较小 而影线呢 就更加大一些的话 那说明市场其实比较犹豫的 在选方向 有可能是见底了 见顶呢 有可能呢 是这个多空力量的这个博弈 导致着最后的结果呢 就是一个小小的一个K线啊 那非常像十字星 那就是一个市场一个 就是走势转换的一个体现吧 所以大家需要注意一下 如果手上有一些赚钱的美股的话呢 可以考虑适当抛掉一些 那如果说你还没有买进去的话呢 那你最近想买的话呢 那就可以等一等 那等的也不会等太久的 差不多一个礼拜到两个礼拜这样 那我们就来看一下之后的结果怎么样 当然也不是说完全没有这个充高的可能性啊 只是从技术分析上来说呢 这种可能性比较小 那如果是受基础面的影响的话 那当然就另当别论了啦 那今天呢也看到呢 就是拜登有说嘛 他对基建呢 就是他对他自己的两万亿基础建设进行妥协 对吧 他之前呢我记得啊 我之前做网课 包括做这个每日盘前解析的时候啊 我说的都是2.5万亿的一个基础建设的一个刺激计划 我不知道我有没有记错 但是我今天看的时候呢 他这个头条显示出来呢 就是拜登对这个2万亿的这个基础建设的刺激计划呢 进行妥协 那应该呢就是砍掉了20%啊 从2.5万亿呢变成2万亿 那我们也可以看一下市场的一个反馈啊 但其实他这个这个基础建设的这个计划呢 肯定是对经济复苏呢 是有非常大的好处的 长远来看呢 是一件好事 虽然说被减了一些 但谁不知道拜登是不是 就知道你们要砍0.5万亿 对吧 那我故意就多讲个2.5万亿 当然是不是他这种strategy 我们就不知道了 反正最终结果呢 就是会实行 只是呢比之前少了20% 就这么个情况 那我们再来看看下一个 那接下来呢 也要大家注意 就是从这个礼拜开始到下个礼拜 是非常密集的这个美股的财报季啊 那美股呢 不像澳洲的这个股票啊 就是半年半年的这个季度报 半年报的时候呢 可能比较重要 或者是年报的时候呢 才会波动大一些 那美股的话呢 它是季度报的时候呢 都会产生一些比较 比较大的一个波动啊 那我们就可以关注一下 我这边呢 左边是列举了一下 今天晚上啊 要 要公布的一些财报啊 有强生啊 宝洁啊 还有网飞啊 等等的 包括洛克希德 都要马丁啊 都要就是发布自己的这个 这个 就是季度报告 那还有就是 那还有就是Neo的话呢 会在这个4月29号的时候 公布他自己的一个result啊 2021年第一季度的这个result 会在4月29号的时候公布 那特斯拉呢 会在下个礼拜一啊 也就是4月26号 再接下来呢 就是大家比较关注的 阿里巴巴拼多多啊 那他们会在5月28号的时候呢 公布 那如果大家想要具体去查看 自己的手上持仓的股票 我可能没有在里面列出来的 那大家可以去直接上到 这个纳斯达克这个官网 然后呢 在他那边有个专门的一个 earnings calendar 那边可以输入自己 右边的这个股票的代码 然后就可以搜得到 如果还没有的话呢 就可以去套他这个 他你搜个股的时候吧 他会出来一系列的他的chart啊 就是他的图表啊 还有他最近的走势啊 还有他的这个过去的报告啊 什么的 你在news或者是pressnews那里呢 就可以看到他 他自己公布的一个 他可能公布的时间 这是最简单最快的 那我们再来说说啊 最近非常火爆的一个产品啊 刚刚IPO对吧 就是数字货币的里程碑 coinbase 代码呢 是coin.nas 那这个啊 这只股票呢 现在在gold markets 已经可以交易了啊 大家可以去搜一下 那话题度也很高的嘛 对吧 因为上市了之后呢 是比IPO的这个发行价呢 是要一度呢 是大概冲高了67% 那当日收盘呢 也是上涨了30%多 所以说是一个怎么说呢 是如果有参加IPO的话 那他的这个回报率是很大的 但是没关系 因为能参加IPO的人很少嘛 大部分都是机构 那他现在价格呢 是333 那我也跟大家说说 他主要的这个 这个卖点优势和劣势吧 那首先呢 他当然是第一个 对吧 能够上纳斯达克的 这么一个数字货币的交易所 那也就是有着这个里程碑的 这个意义啊 他的好处呢 就是最近呢 越来越多的这个主流媒体啊 包括就是主流的这个政府啊 或者说是 商业啊 像马斯克啊 还有等等的一些 等等一些支付系统呢 开始认可这个加密货币了 特别就是认可比特币 对吧 然后呢 就是因为比特币价格的这个暴涨呢 导致这个 其实加密货币的交易人数呢 也暴增 那我看了一下 他的一个业绩上的增长啊 就是对比去年年底 到今年的第一季度的话呢 业绩增速是非常惊人的 差不多是百分之四百 八百四十四啊 那比特币呢 我也去看了一下 差不多是四百八十八啊 这也就是我们所谓的这个卖铲子的比淘金的更赚钱 什么叫卖铲子呢 就是我把铲子卖给要去挖矿的挖金的那些人 但因为我这个铲子呢 是没有风险的 对吧 那这些淘金的人呢 他有可能挖得到 有可能挖不到 但是他这个买铲子的这个钱已经付给我了 对吧 那也就是说呢 做这个交易 就是交易 就是他这个交易所啊 他赚的利润呢 可能比投资人买比特币赚的钱更加要多了 还有一个好处 还有一个他的亮点呢 就是说Catherine Wood嘛 ARK的这个ETF啊 是大举的买入了这个Coinbase的这个股票 大概呢 好像是买了2.5亿的这个美元 我不知道这个确不确定啊 这个大家可以去再次确认一下 但是呢 的确是买了很多 那他的一个不好的呢 我这边也列举了四条 那首先呢 就是大家看到 就是昨天他股价下跌5%的一个重要 的原因呢 就是公司的管理层啊 大规模的出售股票套现 那套现的金额也是非常高的 那他有几种可能吧 就是说一种呢 就是说明这个股价呢 他已经估值过高了 比方说他的CEO啊 或者说他的管理人觉得 哎 这个现代的这个价格 333这个价格 或者说他抛掉了 280几的这个价格 就是已经是对 把公司未来10年的一个现金流都已经price in了 那他就会选择出售对吧 而且他有可能认为呢 就是比特币不可能再像第一季度这样子的疯涨 那交易的热潮已经过去了 那他才会选择出售这个股票套现 那差不多就是大家可以思考一下 我觉得也是这样子 因为只有他在价格是高速增长的情况下 就是交易才会很频繁 但是如果大家想想 这个比特币一旦进入了牛城市了 或者说他的价格呢 是趋于平缓 然后也没有大幅的波动的话 那他的这个交易量 肯定就会很明显的减少 那可能呢 对他自己的管理人来说 也是一个不好的年份吧 就是他可能股价也会走低 因为这个交易不频繁 就是他没办法产生利润的话呢 他就会一个走低 这也是很正常的 那第二点呢 就是他这个Coinbase呢 不像别的交易所 他有别的产品啊 他是完全依赖这个加密货币的 比方说比特币啊 莱特币啊 就是这些虚拟货币 那不像别的这些交易所呢 他可能还会有这个黄金啊 或者说像是我们平台吧 我们还会有像是股票啊 黄金石油指数这样子的产品 可以去帮我们风散一下 就算呢 就是虚拟货币 它的价格的波动呢 不是很剧烈 那很有可能呢 就像大家选择我们一样 可能大家还是会选择 我们去交易一些股票类的啊 那我们依然呢 是有这个股票的交易所需费 可以赚嘛 对吧 但是像是Coinbase的话呢 一旦这个加密货币啊 出现了点差错 然后呢 就是可能受到 就是我接下来会讲的一些 政策上的管理的话呢 那很有可能呢 就会导致 他这一块的交易呢 就是完全停滞的 就是 就是他的一个风险 太过于集中了 这是主要的一个问题 那还有一个呢 就是大家看到这个新闻 也有说到就是土耳其的政府啊 还有印度政府啊等等 他们在考虑加密货币的禁令嘛 那也是因为他们自己的本币啊 不是这么的稳定 像是印度啊 或者土耳其这里 他的这个 他的这个币种啊 他本身的波动就很大 像里拉 闪崩啊 等等的这些新闻 也是层出不穷 那这些时候呢 他们就担心这个加密货币呢 会取代自己的本币啊 在国家流 国家的这个 内部流通 那对政府来说 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挑战啊 那就相当于政府就完全被架空了 就没有钱了 就相当于是一个无政府 那对他们来说是非常恐怖的 所以说他们呢 像对于这些国家来说呢 他们会非常的反对 就是比特币这样子的一个通行 或者说交易 还有呢 就是美国现在呢 准备提出呢 就是反洗钱法的这个规则 就是想要在 如果说大家要交易这个比特币 比方说在coinbase交易比特币的话 一旦超过3000美人以上 就要进行身份检查 那他用的理由呢 就是黑市交易啊 然后就是恐怖袭击 或者说是买武器啊 就是等等的这些黑市 就是灰色地带 那美国呢 也会想办法出一个政策 来去规范化这一块啊 不希望就是有一些政治上的风险 也就是提出了一些 这个如果说在这些大环境的一个挑战下面 大家还依然选择就是去交易这个 coinbase的话呢 大家就是要注意到这些风险吧 我觉得这个里面呢 就是监管风险是最严重的 对于coinbase来说 它而对于它其他的一些 相对于其他的这个另外两个 就是就是不太好的 这个我们所谓的这个弱点来说 其实监管呢 才是最对它来说是最严重的 然后我们也看到 其实美国在说要提出监管之后呢 coinbase也好 这个比特币的价格也好呢 都是一落千丈的 当然了 coinbase没有这个比特币 看起来跌的这么多 所以说大家在交易之前的话 如果考虑清楚 在交易比较好 那我的话呢 我其实觉得coinbase呢 它的这个业务是非常好的 但就像是现在中概股的情况 那一切呢都是未知数 大家可以呢小资金去博一下 如果说未来这个比特币 能够被世界所认可 这也是一条漫长的一个监管之路 那在一切刚刚开始的时候呢 我希望各位还是谨慎的考虑一下 然后再做决定啊 因为它已经上线 我们GoMarkets的这个平台了 大家都可以选择去交易 但是交易之前 一定要做好风险措施 不要索哈 然后呢用稍微小一些的资金 去看看吧 因为第一口吃螃蟹肉的人 他很有可能是 怎么说呢 就是勇敢 但是也要注意自己的风险控制 那还有一个今天比较劲爆的新闻呢 就是bu now pay later领域 这个after pay啊 准备回美国上市 准备去美国上市啊 而且呢今天有公布 他自己的一个美国的这个销售情况 那差不多呢是超过了10亿的这个美元 也是创出了一个新高 说明这个北美的市场呢 是非常适合这个after pay的 那after pay之后呢 可能会在澳洲这边 澳洲的ASX呢 就是退市 然后呢重新在美国的 很有可能是在纳斯达克呢 再重新上市 那那个时候的话呢 其实对after pay来说 就是未来想象的空间也就更大了 因为如果说它在美国上市的话呢 可能在美国再立一个headquarter 那在那边的话呢 可能就会召集到一些更加好的一些人才啊 然后更加稳定的一个汇率 那它以后呢可能就全部用美元去结算了 那对它如果说百分之 你未来啊成长起来之后 可能百分之六十到百分之七十的业务 如果都在美国的话 那它当然是用美元去做结算是最方便的 那还有的话呢 就是可能监管上面 如果说它是美国上市的一个公司的话呢 可能更加容易去进行一些并购的活动 那我们的想象空间也就更大了 那我也有听我在同行业的朋友说啊 说Venga呢 在after pay一百二十的时候啊 又加仓了 那after pay现在据我们所知的这些大机构呢 就数得出来的都已经超过十个了 对吧 什么黑石啊 腾讯啊 还有像是Vanguard啊 等等的这些机构呢 都是大资金的压注这个after pay 那如果大家啊 想要去参与这一波 after pay在美国上市的这一波boom的话呢 也可以考虑啊 现在这个价格或者说一百二啊 甚至是一百的 如果它给机会的话 在一百的价格也可以去考虑 是不是要去配置一些 那在我们GoMarket的话呢 我应该啊 当然我没有得到确切的消息啊 就算大家是现在买的是ASX 它之后要退市嘛 我们也会同样的把它改成纳斯达克 然后应该是放在各位的这个账户上面 也是一样的 这个不用担心 它的这个风险问题 那还有一个呢 就是之前在4月15号 给我的客户呢 就群发了一个消息呢 就是说最近美元呢 持续是走弱的 然后可以考虑呢 去买一些非美货币 那里面最强的呢 或者说大家最熟悉的 也就是澳元吧 因为澳元的话呢 其实澳洲大家也都知道 就是现在经济恢复的速度也不错 失业率也是下降的非常多 然后疫情也都控制的非常好 所以肯定呢 是比别的一些国家的币种 要有优势的多的 那我们可以看得出来 下面这张图呢 是 上面这张图呢 是美元的 美元这个USDollar Index的一个走势 美元大概是跌了百分之零点九七 但是澳元呢 澳元对美元呢 是上涨了百分之一点二五的 这个百分之 不要少看这百分之二十八的这个差距啊 其实是差的很多的 对吧 差差不多有四分之一了 所以说可以看得出来呢 就是澳元才是比较强势的啊 那大家 但是呢 就是因为这个是已经是一个礼拜之前的嘛 那我也想跟大家提示一下风险 就如果大家是买了这个澳元对美元的话呢 最近也可以考虑稍微减一减仓 虽然 我觉得是很有可能呢 有概率呢 能够达到零点八的 但是呢 这还是要一段时间 那现在其实大家如果在 4月15号买了一手的话呢 那现在也有962左右的 962澳元左右的这个盈利了 那也差不多可以了 那我们就见好就收 因为这个美元的话呢 它现在走到了一个比较关键的这个支撑位 要下90.8 这个还是比较难的啊 下面有一个支撑 所以说我们可以再等等看 如果说它跌破了 我们再冲进去买涨 也不迟啊 还有一点呢 就跟大家说 可以考虑的这个方式 就是如果说ASX200 这个大盘回调的话呢 我们也可以去选择去做空一些 比较弱势的这个股票 因为大盘下跌的可能跌的不多 就比方说ASX200 对吧 或者说之前有客户跟我说 比方说纳斯达克 对吧 纳斯达克跌了10% 那自己的股票跌了15%到20% 特别是一些中概股跌的尤其的嘛 那这个时候 与其去做空这个大盘 大家可以考虑去做空这些 比较弱的这些股票 像我这边截取呢 是SCP这支公司 那它最近的走势呢 就是比较弱了 然后也已经出现了明显的见顶信号 MACD呢 也是一个出现了一个死差 那如果说大家选择的话呢 也可以选择一些比较熟悉的 也知道比较弱势的一些股票 因为我发现最近我的客户 大家一个一个呢 都已经变得非常有这个交易头脑了 就前两天还跟我说 你看这个纳斯达克跌了 我们是不是应该做空这个澳洲的科技股 我说是啊 大家其实是可以考虑的 因为有些时候吧 这个虽然我之前一直跟大家说 这个股票啊 不要轻易去做空 对吧 但是呢 如果说这个下跌的幅度比例呢 会比这个大盘要高的话呢 那大家何乐而不为呢 是吧 还有一点呢 就是如果大家要做空的话呢 记得要设止损啊 因为这个股票涨起来呢 是没有头的 但是跌起来呢 确实能到底的 这就是说呢 如果大家买涨的话呢 亏损是有限额的 但是做空的话呢 亏损可能是没限额的 大概就是这个意思啊 那如果大家想要去做空股票的话呢 也要一定要一定要设止损啊 然后呢 建好就说因为做空了 永远是一个短期的一个投机行为 而不是一个长期的方式 最后再跟大家说一下这个红金的情况吧 那之前呢3月18号对吧 也是4 3月18号的时候 跟大家说可以买一下 买入NST啊 然后价格呢是9块4毛3 然后在上个礼拜 做那个周四的网课的时候呢 也跟大家说啊 NST有进一步上涨的空间 那现在呢 就是我也就拉一张图嘛 上面一张呢是NST的走势 下面一张呢是这个黄金的一个 现货黄金的这个走势啊 那黄金股呢是涨了25% 但是这个黄金啊 是上涨了4%啊 那可以看一下这个差距还是比较大 我之前说呢 其实黄金涨1% 黄金股呢 NST一般就能给你涨4% 那现在来看呢 这个比例呢又被放大了 那差不多是有6倍 这样子的一个比例 也就是黄金涨1% NST呢给你涨6% 差不多就是粗略的算一下 就是这么样的一个比例 然后我呢 因为就是知道 知道NST和SAR合并了之后呢 我是比较期待他的这个报告的啊 因为他的报告呢 应该可以显示出来 他的这个开采成本大幅下降 那对他来说呢 提高毛利润是一个肯定的事情 所以说呢 当时就选了NST 没有选NCM 但是NCM呢也依然很好 包括我知道我们有同事 推荐的一些小的这个金矿股 现在表现也是很不错 有一天呢是单日上涨了16% 大家可以去看一看吧 但是我自己呢还是更喜欢 NST了 就是它比较更加大一些 也稍微稳一点 那涨起来呢 也是不输于人后的 那所以说如果大家看到 这个黄金如果有下跌啊 就是回调这个情况的话呢 也就能够预计到 如果回调0.5% 那NST呢大概回调3%啊 那到那个时候考虑 要不要去选择去配置一些黄金股 那它就是两点嘛 不就是黄金上涨的时候呢 它会涨 那另外一点呢 就是它自己业绩好的时候呢 它也会涨啊 那就是涨两波 那对于黄金来说呢 它自己涨涨跌跌 这样子的一个来回的波动呢 它可能更加就是难以预判一些 那黄金股呢 就稍微有一些有迹可循吧 那最后的最后呢 想跟大家聊一聊 就是我最近碰到客户 比较多的一个问题吧 我觉得就是交易心态上面 就有一些频繁交易的这个趋势啊 有些时候呢 那大家可能做股票也好 做外汇也好 指数黄金呢 都会想要去赚一些快钱啊 就是买进买出买进买出 或者是一会儿做多 一会儿做空这样子的 那会导致呢 这一天的交易呢 是非常的频繁 可能有20笔 或者说是多的时候 甚至有30笔的交易 那相当于一天24小时 平均一个小时呢 就要做一笔多的这个交易 这个是非常频繁的了 那我就想跟大家说 如果想要在做交易之前呢 有时候是冲动交易 那冲动交易的话呢 我们就要想办法去避免 因为往往呢 冲动交易呢 都是犯错的 就叫激情买涨 或者是激情杀跌啊 这种是 非常大概率呢 之后是要后悔的 而且往往这些激情交易啊 都是没有设止损 所以说最后的损失呢 可能会进一步的扩大 所以呢 我自己总结下来呢 我是建议呢 如果大家发现 自己有这个问题的话呢 可以去 就是拿个变迁纸 然后写下来啊 自己为什么买这一单 如果说要做交易计划 其实这也就是交易计划了 就是在买之前呢 先拿个变迁纸 写上今天的时间 然后买什么产品啊 然后呢 写一下买涨的 或者做空的理由 目标的价位多少 止损的价格是多少 百分比大概是多少 盈亏比是多少 对吧 差不多给他写一下 然后呢 就贴在一本 专门做交易的一个本子上面 这就是你的一单 这也方便你之后复盘啊 因为这个变迁纸呢 有正面有反面嘛 等你平掉了之后呢 你可以在反面记一下啊 那到底这一单 我是赚的 还是赔的 对吧 那为什么 那我是打到了止损 还是打到了止盈 对吧 那还是说呢 我在两个都没打到的时候呢 我就自己冲动平仓了 那为什么我会选择冲动平仓 是不是因为当时交易环境变了 我觉得他短时间冲的太高了 然后所以我选择 在一个时间内呢 就把它平仓了 那在背面呢 这你的变迁纸的背面呢 可以写上这一些啊 或者说呢 做一个交易总结 那么其实如果说你认真的写完这张变迁纸之后呢 其实结果并不重要 不管你这一单是赚钱的 还是亏损的 那都是一个非常好的交易 因为你想到非常的透彻 你考虑的非常清楚 那就算回顾在一百遍 你依然会做这样的选择 那这样子的话呢 就不算失败啊 那就算是亏钱的 那也只是bad luck 就是市场的问题 而不是自己的问题 对不对 那把它贴在这个小本本上呢 还有一个好处呢 就是方便大家去复盘 这个本子呢 可以是空的 也可以是之前用过的 不要的 那把这个变迁纸贴在上面呢 可能一页能够贴个四张 四到六张 贴完之后呢 之后可以随时回过来看看复盘 然后如果做一个自己心态的总结啊 可能半两个礼拜做一次 或者说是一个月做一次 找个时间想一想 最近做的交易的情况怎么样 那有没有什么需要改进的地方 或者说有没有什么 就是自己还要学习的地方 是这样子的 那我说的这个呢 就是适合平时比较有时间的朋友啊 那比方说大家可能 专门是想要花一些心思 去研究做这个交易的啊 那如果说您没有这个平凡交易的 这个陷阱的话呢 也可以考虑用别的方式啊 来记录一下您自己的交易 就不用写的这么详细 那差不多这就是我今天 PPT的所有的内容了 那大家如果有什么疑问的话呢 欢迎打在评论区 有朋友问这个ISI的这个小时图和分钟图是不是有效 有效是有效的啊 可是就是频率会非常的高 然后ISI呢 很有可能上穿80 或者是下穿20的几率就非常的高 你可能比方说我们天图的话呢 是按照ISI70和30去计算的 那在分钟图或者是小时图的话呢 你可能要放大一些把它放到80或者是20这样子的一个比例 那他的他给的信号会非常的多 那你自己呢可能就要做一些筛选了 就单靠ISI可能不会再这么有效了 那看大家还有没有什么别的疑问 关于现在的市场啊 或者是关于自己最近的交易情况 如果没有的话呢 那我们今天的网课就到此结束了 我有朋友问比特币是不是到底 其实比特币的话还是这样的 比特币还是看监管 监管是他目前最大的这个风险 如果说他监管上没有问题的话 那我觉得比特币他不会 他还是有进一步上涨的空间的 有朋友问A2可以留着还是卖掉 A2的话呢 其实现在你卖掉也有可能卖在山九 就是卖在最低点 就看你是什么时候买的了 其实我个人是觉得 A2吧 就是我已经之前直播说了很多次 就是A2他就不值得买 包括就是上一节的这个 如果说您是我们客户啊 其实我上一节这个周四的网课 有跟大家说的 我是说A2的话呢 他的这个整体的战略方针 到现在为止 最新出的这个market update和2021年的guidance也好 未来的指引 全部都是说继续focus在中国的代购啊 还有在中国的这个 未来的这个线下retail上面去铺很多的钱 那我今天正好也有机会 跟我们越南同事聊了一下 我说你知道A2贝拉美和BOX吗 他说他一个也不知道 他说他只知道A2 那还是来了澳洲之后才知道的 就是说明就是A2呢 其实在越南包括这些东南亚市场 它是覆盖率为零的基本上 就是他们本土的人都从来不喝澳洲的奶粉 他们就只喝像越南他们这些国家 他们就喝日本和美国的奶粉 那我觉得A2呢 其实是把太多的这个营销的精力 全部都铺在中国上面 就完全没有就是想到别的方式 就是美国现在的这个鲜牛奶 这个怎么说呢 鲜牛奶大家知道呀 对吧 那卖到四块美元两升 我觉得已经是很高的价格了 那你说四块美元 他自己就算卖掉一瓶全赚他钱 那也就是四块钱 更何况你还要交一些关税啊 有成本啊 运输成本 你运到美国去不要钱了 那他这个利润就更加的薄了 那像这个婴儿奶粉啊 一罐就老贵了 几十刀 那他里面的毛利率肯定是很高的呀 所以说他这个市场的这个方针啊 我觉得是有一些些的问题的 所以说在短期呢 真的就是全靠这个政治因素的影响 他自己完全不给自己找后路 就是我对这个A2的这个看法 然后有朋友问Galaxy的这个RSI是多少 离矿公司 最近我看见TLS涨的是很高的 那Galaxy问的也是正正好呀 两个双顶已经出来了 双顶出来了 这是一个顶背离呀 对吧 价格创出新高 可是RSI呢 并没有跟着价格一起创出新高 对吧 那这个就是一个明显的顶背离 接下来呢 就是一波回调 近在眼前 有朋友问现在可以做空澳洲科技股吗 这位客户我知道 我觉得啊 我觉得 我觉得可以 但是呢 一定是短期的 如果短期啊 首先做空就是两点 对吧 一定是短期的 还有一个呢 就是一定要设止损 做到这两点 你做空没问题 有客户问 Afterpay还能进吗 我觉得是可以的 如果说他真的在美国上市的话 那前途无量 可以这么说 前途无量 我是 如果他在纳斯达克上市的话 以后甚至我们会在纳斯达克做梦嘛 做的做的更大一点啊 就是说不定 就是说不定能够在纳斯达克100里面看到Afterpay的声音也说不定啊 对吧 当然那个就是梦比较遥远了 那要看他造化如何 但是目前呢 就机构对他的看法呢 就是他们没有看法 他们只有指措对吧 疯狂加仓 一路加仓加上去 这种疯狂加仓的做法呢 就是觉得这个公司未来呢 是还是有一定看头的 有朋友说银行股现在还可以买吗 银行股可以的 银行股五月马上要派息了 就是四大银行里面的三大银行的都要派息了 具体什么时候派息呢 可能要到四月底再过个十天 十五天呢 应该就出了 具体哪一个日子要派息 那在派息之前呢 一般股价会涨 因为大家都是冲着这个派息去的嘛 那也要看哪一家派的多对吧 哪一家派的多 咱们去买哪一家的 然后银行股呢 还是比较稳定的 现在呢 大家看到这个澳洲的大盘呢 也是稳步的上涨 不管呢大盘是涨还是跌 像奈巴 它基本上就稳在26块钱以上啊 它很难说 它还会再到25块多 这样子的一个情况 那接下来呢 就是看它看到30嘛 这就我的看法 然后Cogan怎么看 Cogan的话呢 我一直是看涨的 只是我没有想到它跌的这么深 然后呢这么久 然后也没有这个 也没有就是 比如说给大家看一波大涨吧 反正我是又买了一些Cogan 我觉得这个价格吧 还是很不错的 之前呢它25块钱 那现在的话呢 13块钱 没有比这个更划算的事情了 那这个公司呢 大方向 也没有什么特别大的问题 按照它的估值 现在估值来说 跟美国的一些电商股 没得比啊 现在估值非常便宜 而且呢 它也收购了这个新西兰的 这个线上的这个Mighty App嘛 它这个协同效应啊 或者说一些这个好处啊 还没有显现出来 那也是要等它出自己的这个公告 才能够让大家看出来了 就现在没办法 就是说只能等 但是它现在走势呢 至少是上这个布林黛的中轨了 那我之前跟大家说过 只要它的价格上了布林黛中轨 而且呢 保持在中轨和上轨之间运行 那这个公司就是一个上涨的通道里面 上涨的趋势里面 那是值得买的 而且RSI到了50 也是一个合理的均价 然后呢 MACD也是文部上涨出现的金差 就三种情况表明 那它现在呢 应该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 刚刚开始涨势的一个情况 当然你要考虑到 大盘有可能在接下来的几天呢 有一些动荡 可能会给你更好的价格去进 比方说12块7毛 8啊 或者说13块左右啊 这个价格 可以考虑是不是要配一些 最近回调 最近的回调逻辑是中美对抗 也 嗯 还有就是 我觉得 我觉得有可能啊 他们会这样子说 但具体呢 是什么个说法 那要等市场真的往下跌了 才会有这个论调出来 但是呢 其实有些时候呢 就是市场涨涨跌跌是很正常的 那它跌呢 也可能就是个回调嘛 这也没有什么原因 就大家觉得我赚够了 机构想要跑一跑对吧 那把最近的这个利润结一结 那股市就开始跌了 还有一点呢 就是 6月份之前 大家知道澳洲的这个财年嘛 马上就要结址了 6月30号 对吧 6月30号之前呢 很有可能呢 股市也会 澳洲的股市呢 会有一些调整 那就是大家想 在financial year的时候呢 把自己的这个亏损平掉 因为我知道今年呢 不少人 不管是我们的客户也好 还有我身边的投资人 那今年呢 都是赚了不少钱的 这个return呢 也有差不多20%多 那在这种情况下的话呢 那大家想要去规避一些税收上的问题的话呢 就很有可能呢 就大肆的去平掉藏位 那就导致呢 本来就跌得深的股票呢 进一步的下跌 这个是大家要考虑一下的 就在6月30号的时候 可能会有一个回调 然后到7月1号的时候呢 在足够把它买回来 那可以想到 这个回调的这个时间呢 不会很长 那大概呢 在6月底左右 也会有一个调整 有朋友问 RNSG可以买吗 RNSG应该是 Coco说的那个金矿股 那应该它是不错的吧 我没了解 我只买了NST 我是觉得金矿股 大家不用买很多的 就是说 我有了NST 我再去买NCM了 我再去买NCM 我再买NST 有没有必要 这个是没有必要的 你不如就把一个黄金股的 它的这个均价做做低 但是RNSG这个走势的话呢 我是不太想要去买 怎么说呢 我是觉得 怎么说呢 也还 就是还没有 就是我可能不太了解 但我更加喜欢NST 有朋友问Coinbase 是如何做交易的 Coinbase的话 就在这输入Coin就可以了 然后就可以在我们平台的 New Order 去下订单买卖了 就OK的呀 有朋友问通胀预期 主要推动哪几个板块 逻辑是什么 通胀的话呢 大宗生品是非常重要的 对吧 通胀的话 比方说你看石油啊 还有就是材料板块 对吧 像是销啊 捏啊 铜啊 包括建材 甚至都会受到通胀的影响 就是差不多这些板块 悉尼机场可以买吗 悉尼机场可以的 悉尼机场比较稳的 是比较稳定的一个公司了 但是我看澳洲最近这个歌派的发言啊 就是还真的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够全球都恢复 然后我今天刚才躺在这个沙发上又看了一下这个印度的这个新冠的这个新闻啊 总人听闻 简直就是日增27万新增病例 然后我看看那个文章下面配的那个图 哎呀 真的是太太惨了 就是而且因为印度它的这个环境不是卫生情况不是很好吗 然后导致更加多的人去感染 然后把这个疫情拖的很长 那导致呢 现在出了两种变异的这个新冠的这个病毒 然后它是增加传染性的 还有一个呢 是增加致死率的 所以 而且这个这两种变异呢 可以出现在同一个病毒上面 所以说这个变得更加恐怖了 我不知道这个印度的这个变异的品种会给世界带来怎么样的危害啊 是不是会使之前打的疫苗全部白打呢 这个 是现在最大的concern了 我觉得 这说到旅游板它一下子扯的比较远 当然我希望印度能够早点好起来 对吧 但是大家可以去搜一下新闻啊 就在这个Google上面搜一下就是印度 新冠疫情 相信大家一定会跟我一样有同样的担忧 非常的不希望它这个病毒再传染开来了 那至少澳洲现在做的这个封锁国境的这个举措还是正确的 比较好的铜矿股 铜矿股 铜矿股OZL吧 对吧 但是我其实对铜啊 这些了解的比较小 还有一个大宗商品就是铜矿石 但铜矿石呢也受到中国的影响啊 但我对FMG是看涨的 大家都知道我是非常喜欢FMG的 那FMG大家可以看一下我自己也买了 那最近也是小赚 就是OZL涨得非常好 做头的 但是呢很多机构都已经说它已经overvalue了 但实际情况是呢 其实大宗商品呢 我们还处在一个大宗商品的这个cycle的一个 刚刚开始的阶段 所以大家不用太过恐慌吧 虽然它价格已经很高了 但如果给你回调的机会 像是LYC大家可以记得去配置一些 就是比较好的一个机会 因为我看到有客户在问嘛 啊LYC跌破6了 该怎么办 为什么跌这么多 大宗商品为啥跌这么多 我觉得还是比较难说 它可能就是一个回调 因为之前一直在找嘛 有回调也是很正常的 但是回调不知道有没有见底 那如果说明天 后天继续有一个跌幅的话 可以到五块左右的时候 考虑去配置一些 这稀土的话呢 还是比较稀缺的这个资源 而且基本面啊 Alan和Coco都跟大家说了 不要再说了 LYC是他们最早推荐的嘛 哎呀 有朋友问这个AMP AGL AMP AGL 每一次的网课都有客户问呀 每一次的结果都是一样的呀 不能买呀 我看一下 我之前有写过一篇 这个AMP的这个股评报告 如果大家想要看的话呢 可以问我们的小助手药 或者我给大家在这边放一下 有朋友说LYC一路背离走下来 哦 是的 是的呀 是的呀 所以这个市场吧 有些时候不理智 但对我来说 就是大家看到见顶信号的时候 我一般是该走就走了 不要留恋 虽然它未来再涨个百分之三 再涨个五个点 三个点的 我都不care 对我来说 保住本金不亏损 然后呢 股票交易 对吧 有赚钱 就可以了 也不是那种目标非常远大的人 什么要一夜暴富啊 要靠一个股票翻两倍的那种 那种事情 我也是没想过 要不要割肉啊 AMP或者是这个AGL 要不要割肉吗 我就觉得是看你了 如果说一般你陷的不深啊 像我之前买过一些公司 就是比方说 我买了一些中概股 然后出了这个 比方说中美贸易战的这个新闻 如果你陷的不深的话呢 你就可以考虑把它先出掉 因为对你来说呢 基本上是贫出 贫出了之后呢 你可以把它去买一些成长性更高的 比方说买一点LIC啊 或者是买一点就是NST啊 就是这些公司上 它可能涨得更快 那一下子呢 就把你之前亏的 比方说亏个3%啊 5%的 就一下子就拉回来了 因为NST呢 这只公司 它已经反弹了25%了嘛 那如果说你 对另外一只股票 你更有信心的话 那你可以换仓吧 这个就是换仓 然后这个就是当时写的AMP的股评 写的比较长 就是从AMP刚刚开始 刚刚开始成立 一直到最近的这个情况 都写了一点 其实AMP的这个衰落呢 从99年之后 2000年就已经有迹象了 反正这里面是一个非常取折的这个故事 大家真的可以去问小周首要一下 因为这一篇呢 其实我也写了很久 大家看完之后呢 应该是像读小说一样 基本上就可以看穿AMP这一路 轰轰动动的这个走过来 是澳洲最大的一个金融公司 那为什么现在做的特别的 怎么说股价只有一块多了 这整体的一个转型啊 或者说它的一个变革 如果说大家是自己做企业的话呢 也可以看一下 避免走AMP的这个老路 非常可惜 其实 Quantus其实跟悉尼机场差不多呀 都是有国家背景的嘛 这些公司呢 你买了你也不怕倒闭 但只是说他们涨的幅度啊 就是一样你的这个资金放在里面嘛 他是不是能够 能够跟别的公司一样 比方说也涨10% 或者说呢 人家涨15% 他涨个3% 就是考虑这个 别的话倒也没啥 就他可能就是表现的慢一些 因为这个旅游付出嘛 就像大家都说的 现在有一些遥遥无期 那他们自己呢 也是预估要到2024年 就是有三年的时间 就可能稍微等等咯 那差不多我看时间也是8点53分了 那我们今天网课就到此为止了 那如果大家有更多的疑问的话呢 欢迎找我们的小猪手给我们留言 然后我争取在24小时之内呢 给大家有一个回复 好吧 那就先这样啦 晚安 我们下期再见 再见 by bwd6 by bwd6 by bwd6